我們再來看一下 除了說today之外 其他另外還有一個函數 就是也可以取得 這個時間的部分 那一樣就是你插入函數的時候 再找到這個日期時間裡面有個叫now的 這個now的函數 那一樣不需要任何參數 按確定就可以 那你會發現他得到的結果 跟上面的基本上是一樣 那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其實最大的差別 就是他多了時間 OK那我們假設說我要把它格式 我乾脆直接拿這個上面 格式來做 複製好了 把這個格式複製 假設複製到這裡 跟他一樣 那你會發現看起來其實實際上 好像沒有什麼差異 另外剛剛有同學問到就是如果你假設 出現那個資料變緊之後 理論上應該是藍寬的問題 一般習慣是直接在 這個框線藍的線 那個藍線上面快速點兩下 他就自動把它拉寬了 另外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在 在這個地方 看出差異的話 那當然除了看 剛剛這個 多一個鬧之外 剛剛我們有 多講了一個就是說如果我今天 希望在 一個日期後面的出現週幾的話 我加了刮斧後面加三個A 那為什麼會有這三個A出現 其實呢 假設你不知道說 這個三個A怎麼來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先切到那個日期裡面 日期裡面 一樣是切回到我們的那個 C粒 本來中後面切 切回C粒 各位可以看到C粒裡面的話 就會有週期 週期你可以切到自訂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有一個蠻關鍵的 一個格式公式就出現了 就是三個A OK 也就在中刮斧 跟分號中間 會出現三個A 那當然我 利用這樣的方式我就知道說 原來如果要產生三個A的話 那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我可以直接 從這邊取得之後 那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我將來需要的這個格式後面 這個格式 就是刮斧 裡面加三個A 這樣的話 就可以得到 我們要的結果 OK 這第一個 第二個如果我說我今天希望 在這個後面呢 也在出現 除了日期 年月日之外 後面假設我今天 後面希望呢 再出現 10分秒 的話該怎麼做 那其實也很簡單 第一個按右鍵出成格式 那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看到時間的話 那一樣 在自訂裡面 在自訂裡面 先時間 我可以找到我要的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在年月日後面呢 出現10分秒 AM PM 這個格式的話 那第一個呢 我先找到 時間裡面的那個 10分秒 PM這個選項 然後點選自訂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這邊就會有個 從中瓜糊 一直到分號 這一段公式 其實你可以把它複製下來 複製之後的話呢 在取消之後 把它放 在這個公式的後面 所以 一樣按右鍵 自訂的後面 那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 小瓜糊 後瓜糊的 後面我按個空白鍵 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按確定之後 這樣 一樣藍寬不足 把它點兩下 寬度就出來 那你會發現呢 如果我今天呢 把這個公式 放在 Today的後面 它是12點 OK 那如果我今天把它放在Now 按右鍵出的格式 那個 透瓜糊空一格 貼上 OK 那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 Today跟Now的 最大差別 其實呢 就是在 這個 時間的部分 也就是說呢 Today 它只會取到 是 凌晨12點 那Now的話呢 它會多 取到 的就是 幾點幾分幾秒 的部分 OK 所以這個是最大的差別 那我剛剛主要 就是講到 多講一個 Now這個函數 另外的話呢 就是格式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 第一個先了解 如何 產生 周極的訊息 我是西力裡面的 這個地方 你按自訂 這邊就AA3A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時間部分的話 請各位 再把那個 10分秒 的這個公式 把它放到 剛剛 年月日的後面 讓它產生 有這樣的效果出現 OK 這個地方 試試看 那我把那個 畫面一樣 再 請各位練習一下